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号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会上 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信保 中国铁建、中广和等 对外开放必须要上新水平 要在推动外贸转型 有效利用外资基础上 加快能合作 这是实现经济体制增效升级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培育我国对外开放新优势 和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李克强指出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严峻型 各国必须同舟共济 用合作推动平衡 用创新谋 而我国很多装备和产能 质优价廉 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 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在扩大产品进出口的基础上 叠加产业出口 不仅注重消费品 更注重投资品出口 激励当家 依照商业原则 灵活运用境外经贸园区等 多种出海模式 做好市场对接 更好契合不同地区 尤其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需求 突出质量和信用 要讲信誉 守规则 重质量 助精品 国家新名片 四是突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同 依靠整体优势 增强国际市场开拓能力 李克强说 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 金融服务要同步跟进 一要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 通过定向发行 专项债券等方式 对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二要更好发挥优买贷款 原外优惠贷款